年夜饭桌上除了各种各样精美的菜肴之外 肯定还少不了我们的主食米饭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蒸米饭的几个小技巧 1.加醋蒸发 若在蒸米饭时 按1.5公斤米加2-3毫升的醋比例放些食醋 可是米饭易于存放和防松 而且蒸出来的米饭并无酸味 相反饭酱更浓 2.加油蒸发 沉米蒸米饭不如新米好吃 可以把沉米放入清水中浸泡2个小时 捞出沥干 3.加盐蒸发 重新蒸的米饭总有一股味 不如新蒸的好吃 如果在蒸米饭时放入少量食盐水 就能去除米饭意味 4.普通蒸发 在盖上锅盖前 在米饭里淋些植物油加点醋 油可以使做熟的米饭油润透亮 割力分明 它可以让蒸出来的米饭松软清香 网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